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本身家裡有家族性處罰的問題 所以從小到大都很擔心 這個問題發生在自己身上 在好幾年前就發覺自己開始有脫髮的問題 就越來越嚴重 從而就在這一行開始有了一點點的轉眼 就開始了這一行 其實我們在街上 就算吃飯也好 我也看到很多人都有脫髮的問題 但其實他們都不知道去找什麼方法去處理 我們其實開了這個地方 主要就是想幫他們解決這個問題之餘 還有就給一個舒適的地方 給他們去心靈休息 這樣我們這個地方 主要就是給別人的感覺是舒服一些 從而就放鬆一些去做一個療程 我們的宗旨就是以服務為先 其實都會想在不同的地方 都會開多幾間分店 因為都方便大家 因為暫時是說我們只有尖沙咀 我們的服務點還會有銅鑼灣暫時走 我們有些可能住新界的朋友都說很遠 但他們都很勤力過來 所以我們可能遲時都會考慮新界的地方 開到那個點 我們是做服務點的 即是銅鑼灣那裡是服務點 到開始 這刻開始多的時間 就發覺地方不夠用 人手不太足夠 從而就開了我們尖沙咀的這個服務點 我們尖沙咀在這裡 由於裝修和所有的葡萄都是一手一腳 可能會求撞無門 而且會不停地捧釘和撞板 會有些吃力和很大壓力 因為我們開尖沙咀在這裡 我們也想個中節就是給一個舒適的地方 給大家做療程 所以資金上都很輕力 我就找投資者 很幸運 很感恩就得到投資者的信任 從而他們投資我們這門的生意 那就開始了我們尖沙咀在這裡 其實籌備這個服務點到開張 主要其實是 開頭的資金 因為都比較大 而且很多東西都一手一腳靜 都有一點點無助和壓力 其實人手上是很緊張的 因為這一行我們叫做頭皮護理 但是因為要洗頭 很多人如果請洗頭的話 可能都會去沙咀做 因為他們想做是想做師傅 當然有些師傅教他們 但是我們做完洗頭 但是做療程 變相他們也未必會願意轉做這一行 所以流出量是很快 而且很難請人 那場地那方面我們主要是想給客人一個舒適的地方 所以我們當初選擇場地都選了很久 那最後為什麼我們會選擇這間服務點呢 因為其實我們一看完之後 我就很喜歡 因為其實它這裡有180度的海景 所以我們是看完之後就很喜歡這個地方 但它的租金也相對昂貴 所以我們是 對於我們來說也是一個壓力 開始到現在 我真的很開心 因為其實我也有很多回頭客人 因為他們回頭真的代表我 他們認同了我們的技術 和他們真的感受到的效果 才回來 所以給了我們很大的信心 和很大的滿足感 其實一開始都是想試一下 因為都不知道有沒有效果 但是那個價錢都不是很貴 所以上來檢測了頭皮 知道自己的問題所在之後 回去再感覺一下 然後就覺得 真的一次已經感覺到 那個效果好像很滿意 所以之後都繼續繼續做 其實現在做了兩個效果 都繼續進展 我覺得很開心 我想找到一個方法 可以解決我的頭髮問題 可以解決我的頭髮問題 在下面 你來自動很貼心